众所周知,科技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城乡面貌 不仅城市的建设日新月异 更引人注目的是,新农村建设也卓有成效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提出的 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 故而振兴乡村显得优为重要 乡村振兴就是要建设天兰、地绿、水清、人和的美丽乡村 城乡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济南市张秋区双山街道的三建西村 这是一个由三个自然村落组成 有1160户,耕地面积近5000亩的自然村落 那么这里呢,在2019年12月入选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 2018年6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呢 在考察山东的时候特地到访了三建西村 来看望这里的乡村、百姓和干部 充分肯定了三建西村的美丽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过去的三建村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一个没有技术、没有人才 甚至连吃住行都成问题的落后的村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俗话说 神仙也治不了的三建西村 变成了今天的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呢? 别急,现在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想要探究三建西村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村里的领路人 高树珍书记 高树珍自上任以来 坚守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承诺 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工作岗位上干出成绩 他凭着敢于担当、勇于进取的尽头 最终带领三建西村走向致富之路 带领村民们走向美好生活 将出了名的雄村、乱村 变成了现在大家眼前高楼林地 井然有序的新农村 吸引了大批青年回乡创业 相信大家一定已经对这位铁娘子十分好奇了 到底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带着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高书记怎么说 高书记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堂 非常生动丰富 还特别接地气的一堂党课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师生和我一样 一定是都听得热血沸腾的 让我们对咱们村的发展 以及您个人的奋斗历程 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我还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高书记 我知道咱们村有100多位年轻人回村创业 那您是用什么办法 把他们吸引回来的呢? 这个第一个 年轻人想创业 九亿 他们可以说心里比较脆弱一些 就是说 怎样能给他打建平台 更重要的是关心关爱 这些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些年轻人 还有需要自尽的支持 有些年轻人需要理智 激励他 鼓励他去做 更重要的是 刚才我说的 要打建平台 让这种平台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发挥重要作用 你比如说 我们建立了农业农创业 建立了米世界 建立了民宿 以及抗养项目 那么谁适合啥 你就需要去干啥 王源河 李沙青夫妇 他就是养猪 那么就给他去流转土地 帮助他建设猪食 然后他用他的才能和智慧 去养殖 去经营 这就叫打建平台 我们有工业园区 那么工业园区有73家企业 年轻人就不在远的地方 或者说北上高 去漂去打工 在家买口 同样挣钱 同样幸福 所以说只有给他们创造机会 打建平台 年轻人可能回来的机遇 会更多 赶成的事业就会更好 谢谢 是的这样的话 咱们村里就是这些年轻人 最温暖又能起飞的家 是吗 好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来的呢 有很多的 除了我们的老师 还有学生 不仅有中国的学生 还有国外的学生 这样您对我们的学生 有什么话要说吗 或者有什么觊语 我今天非常高兴 一个是我们山市的流车界 包括我们的教授 还有研究生 走进参见系 那么我想对他们说的更多的 在中国发展成这样 我们需要更多的男才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 关心我们国家 和社会建设的政治男才 也就是说我想呼吁 或者说 或者一些研究生们说 学有成才 首先要理得 要爱国 爱教 爱我们的党 尤其是我们六中全会 刚刚闭幕 我们的决议 我们的公报 确立了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 中央的核心地位 全党的核心地位 我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这一百年来 中国发展成世界中母的这样的国家 成为了美丽中国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为什么好 通过说乡村的变化 说我个人领着我们全体 党员群众的奋斗 经历 告诉我们现代的这些高端的人才 怎么样去 融入到国家大的建设当中 来参与我们的 中国的建设 美丽乡村的建设 这是我需要发的内心想说的 并不是我有多少知识 这些研究圣战教师们 道师们都比我的知识远不 但是我需要暂时的事 有知识 有能力 更重要的是坚信 一定要坚信 一定要担当市民 不负我们的梦想 不负说话 这就是我的出现 非常好 那我相信以后呢 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学生 我们国外的学生 肯定也会被吸引到咱们国家来 吸引到我们的乡村中来 是吧 实际上我看到有外国留学生 更提高了我想说的这种目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是我要说清楚 让国外的朋友 国外的研究生 觉得感受到 中国的农村的变化 和能够成为世界主目的 乡村 美丽的乡村 说明什么 中国有一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有强大的党员队伍 有扎根集成的 我们的这个骨干党员 让他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就从三件事里变前 就他感悟 就他体验 就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不仅让中国乡村振兴 消除贫困 也希望能够为全球经济发展 提供样板 因此高书记还特意对留学生 做了一番与众心肠的讲话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中国农村的变迁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 没有一个好的政策 不可能变成这样 过去你们也知道 贫穷落户 特别的有些地方 特别的脏乱畅 那么有了好的政策 又有好的营物来 带着我们这些先进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 是干活的 不干 不仅要说 还要干 还要干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说中国越来越强大 但是呢 它的农民越来越富 是这样的 所以说希望 你们能够读懂功夫 把中国的知识 也找了一些 奉献世界 也能奉献你们的国家 是这样的 好不好 好 通过刚才一席谈 深刻感受到高书贞书记 敢闯敢干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作为三建西村的领路人 他带领全村脱贫致富 把当年的穷乡僻壤 变成如今风光秀丽 生态宜居的模范村 并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 逐步走上文明富裕之路 在此之后 村民和留学生们 漫步于三建西村的美食街 让我们来听听 留学生们又有什么感悟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瑞秋 瑞秋 好好听啊 那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我是凯尼亚人 凯尼亚 你到中国多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吧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喜欢这儿吧 这个村子 非常非常喜欢 是吗 是吗 为什么呀 首先我觉得这个村子发展得很快 也很漂亮 然后有一个女生做领导 真的给了我积极 因为我也是女生 是吗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了我很大鼓励 鼓励 鼓励 对 对 嗯 嗯 这个高书记讲了好多话 你刚才能听懂吧 一部分可以 可以的 我听得懂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瑞西 嗯 这是你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来吗 是的 是我的第一次来 嗯 怎么样 感觉 嗯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嗯 对 同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 中国的乡村 农村 会是这个样子吗 嗯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是吗 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 哈哈哈 你笑了 哈哈哈 你是哪个国家 我也是肯尼亚人 肯尼亚 你的名字是 我叫罗然 罗然 对我以前来过这里 嗯 那个感知山东的时候 嗯 那个感知山东活动的时候 来过这里 嗯 然后我现在就选择再来 因为我对这个地方 这个 嗯 三简西村庄很感兴趣 我想看看 嗯 他们的进步发展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也喜欢 嗯 这里的村长 我觉得它是一个 女中豪杰 哦 女中豪杰 这个词用的很准确 谢谢 对 那以后 比如说你的朋友来了 你会带他们到这儿来吗 对 我希望 嗯 我下次再来 跟着朋友 嗯 来这里 我能 呃 给他们 介绍这里 对 当他们的导游 对 你好棒啊 哈哈 嗯 那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约瑟夫 约瑟夫 嗯 你也是肯尼亚的吗 我也 嗯 第一次来这儿 还是也来过吗 有我也来过 哦是吗 那什么样的感受 这第二次 这叫故地重游 嗯 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其实还搞不明白 为什么 嗯 我们说这个还是一个村庄 对 哈哈 你感觉像个小城镇 是吧 嗯 是的 比如说我们这条街 它是一个美食街 但是 在村子里能有这样的美食街 嗯 还是很了不起的 是吧 嗯 那以后你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会对你们家乡的人说起这个地方吗 肯定的 肯定的 太好了 以后也邀请他们到中国来 到我们三建西这个美丽的村庄来 嗯 好吗 谢谢你们哦 谢谢 谢谢 同学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周伟 哦你是哪个国家的 哦我来自苏丹非洲国家 哦你喜欢这儿吧 特别喜欢 我非常感动 看这这样的环境我真的非常感动 也希望以后我的农村也变成这样的 是吗 也希望三建西越来越好 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 那 那你以后还会到这儿领着你的朋友来参观吗 一定的 我肯定 肯定把他们带来这里 因为我真的喜欢这些环境 因为我也是农村人 所以这些环境我非常喜欢 以前我没有我没去过任何农村 就是我第一次来来这里就是参加这些活动 也第一次来这里看这些环境很好的农村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新农村 美丽乡村 是的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农村 是 我看这些环境真的非常漂亮 我希望以后留在这儿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中国 真的喜欢 非常喜欢中国 参观完美食街后 村中旧址又引起了学生们的好奇 约瑟夫 瑞秋 你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门上写的是什么呀 大祭大利 新年 新圈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差不多知道 差不多知道 这种门帘就是在春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贴上 说明新的一年会有一个更新的气象 那里写的是国什么 国什么 国泰 民安 欢乐 欢乐 风调 雨 顺 太平 风调 雨 顺 太平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国泰 民安 欢乐 就是说国家非常和平 人民的生活很安定 家家户户很快乐 风调 雨 顺 就是说天气很好 老百姓重庄稼收成好 最后两个字是太平 所以家家户户都很欢乐美好 三建西村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在高书贞书记的带领下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 发挥自身优势 形成乡村振兴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让老百姓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收入一天比一天高 我们今天重走习总书记的考察路线 也切实体会了美丽乡村的时代风貌 参观完三建西村的留学生们 对于乡村建设体会很深 对这个专题意忧未尽 碰巧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正在举办 关于乡村振兴专题的摄影展 留学生和老师们也来到了展馆 这个展览是由咱们山东师范大学 和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还有咱们山东省青年联合会 联合主办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我眼中的乡村振兴 青年的主题摄影在 也就是说我们的拍摄主题是乡村振兴 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拍摄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青年主题 用青年的视角来记录 乡村振兴在山东的一些状况 一些变化 尤其是从五个方面展开 五个方面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人产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五个不同的方面 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 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 这个战略呢 我们深入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面 策划这个展览开始的第一个板块 乡村的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在中国国内 印象是五位一体 分到五个方面 产业振兴 因为它和经济发展 产业的发展 和这个农民的收入 以及这个农村这个城市化的这种农村的这个这个生活水平的发展 住房医疗的发展都息息相关 是一个基础性的关键性的一个板块 这个展览的第一个板块呢 我们就当时就选择的是乡村产业振兴 也就是说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 它起到一个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 也非常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 第一幅作品呢 就是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场景 乍看起来 我们可能像一张风光摄影作品 风景摄影 但是实际上它是这个光伏发电 就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发电 就设置在这种一些山坡上 这些 所以这个既能有产业的内容 产业因为这个太阳能光伏发电 它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增加农民的收入 而且这个非常可观 而且这个太阳能的这种能源呢 又非常健康 非常环保 非常绿色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国内 一直在大力推广的这么一个清洁能源 或者是我们绿色发展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 这是光伏发电 这个照片呢 是一幅航拍的照片 航空摄影 航拍 航拍器 大江啊 无人机这些 对 这 服务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在山东 是山东 山东自博 是自博的 对 山东自博 因为自博这一块山地比较多 这一块的这个光伏的这种设置的也比较 面积比较大 拍的很好 好看啊 就呢一个稍微一个广角的这么一个视角 利用这次展览的机会 老师们在实践中引入相关知识 为留学生们上了形象生动的一课 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 中国国内有个大学生群体啊 要为了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 让一些大学生回到家乡 回到农村 回到自己这个生活的乡村里面 干这个领导 年轻领导 年轻的leader 是吧 然后呢 然后目的就是用最学到的知识 然后来改变家乡的这种 住房啊 产业啊 这个这个医疗啊 各种变化 促成这种变化 他很年轻 93年的 对 才20多岁 对 然后他有个题目就是 他嫁给了这个西强域 非常好 但是他 他是单身 啊 单身 他嫁给了西强域是什么意思啊 西强域是一个地方 是这个村子 对这个村子的名字 啊 我给了 他好像是单身 所以 你在说 我以为他是 他说我家 嫁给了西强域 西强域是这个村的名字 对对 是这个地方 然后他 他就是 把所有的经历 和辛苦都是给他的那个农村 我也让他发展 所以这样大家理解了 嫁给了 对对 嫁给了 或者你的事业或者工作 就是你全身心的投入到 是个 是个伟大的女人 对 这个呢是葡萄扶贫云之道 因为这个主人公叫贺可云 嗯 他呢就主要是返乡创业 返乡创业 然后呢 这个主要是 呃 带领乡村 带领催民 种植葡萄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电子商务 再进行这个兜售 啊 这么一种现实 嗯 看起来也很英明 哈哈 对对 葡萄 嗯 但是我的中文葡萄 哈哈哈 但是你可以帮我 没事 因为比如说在芝利 葡萄也很英明 很色 嗯 在芝利 我的国家 葡萄也是很重要 对对对 但是比如说因为这个最后变化 能错误的地方改变了 嗯 所以以前在芝利的北方 葡萄就很重要 嗯 但是现在慢慢的在南方 也可以成长得很好 在中国 嗯 发生了样的情况吗 改变的 中国也有 你不 你比如说原来在 我们喝的绿茶 你原来都是在长江以南 嗯 在南方才能种植这种绿茶 尤其是 在你看中国的十大名茶 这个绿茶 都在长江边上 什么紫阳毛尖啊 西湖龙井啊 嗯 包括这个这个 信阳毛尖 这些绿茶的名字 都是在长江附近 但现在我们山东北方 原来说就气候啊 条件啊 嗯 地理因素不适合种植的 现在你像 咱们青岛的劳山绿茶 日照绿茶 都已经非常成功 而且独具特色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随着 现在 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已经不是太大的这种问题 嗯 山东葡萄也很有名 哈哈 是很有名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激工学校支教的这么一个场景 支教 也是人才 支教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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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 在这儿 支教 支教 社会实践 什么叫支教 那个知识的支教 支持的支 教 教呢 教学 教学 教育的教 那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一个支援者 嗯 那个女生 支援者可能是 然后支援者干什么 就是来帮助小孩子 对 帮助小孩子们 就是对 去哪个地方去帮助她 好像很浓 对 回乡 回乡 对吧 去相对落后的地方 然后去支持当地 比如说乡村的教育事业 对吧 支教 刚才你也说了很好 志愿者 志愿者 对对 有一些志愿者 你看在中国 它东西部发展 由于东西部发展 不是太平衡 然后城乡 城市和乡村 发展不是太平衡 所以中国呢 为了这个共同致富 共同富裕 所以很多创造性的一些 一些政策 一些举措 支教呢 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 我们学校也有很多 去西部支教的 是吧 这个呢是一些 一些城市里面的学校 一些志愿者去去乡村 去服务乡村的一些学校 提供知识啊 提供一些这个志愿的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服务 在留学生们参观过后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高佳老师 针对本次摄影展 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读 高老师您好 您好 进入到咱这个展厅呢 感觉鲜活的乡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内容也特别丰富 挺震撼的 您作为咱这次摄影展的策展人 能不能就本次摄影展的内容 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呢 我们这个 我眼中的乡村振兴这个展览 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是乡村产业振兴 这个乡村产业振兴 在整个乡村振兴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环节 产业振兴才能真正实现 这个乡村的全面振兴 产业振兴里面呢 你看这个这幅作品就是 这个我们济南市平音县 发展这个玫瑰花产业 这个这是玫瑰花采摘的 那么一个一个场景 这是因为整个平音县都在打造 玫瑰花的这个各种药用 美容这个在食品各方面的这种 这种这种延伸的这种这种价值 是的 平音的玫瑰非常有名 这边就是那个我们几泰高速 这个我们这个山东有最美高速 几泰高速的这么一段场景 这个因为从济南到泰安最美的风光 基本上就被这个高速给串联起来 这个作品呢就是这个几泰高速 大佛寺桥这么一段 就是云雾这个环绕的这么一个场景 非常漂亮 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乡村人才振兴 因为我们说这个民族要复兴 这个乡村必振兴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力量 尤其是青年人 你比如说这幅作品吧 它是这个博士返乡 就是我们网上有个段子叫 宇宙中心山东朝鲜 朝鲜就是返乡创业青年 就高达一万两千多人 这是一个85后的一个博士 就是这个和他的这个这个夫人 就回到家乡进行原创设计 然后这个开发汉服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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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作品 带动汉服经济 风生水起 然后第三个板块呢就是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呢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 过程当中 我们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设计 美丽乡村设计 包括这个一些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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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 这个板块 这个作品就是这个山东济宁渝台的这个 道天画 航拍作品 哦 绿油油的一片 非常诱人 然后 也这幅作品也是 就是这个乡村振兴 我们山东有一个很重大的举说 叫黄河滩区迁建 就是滩区这个原来的条件可能比较 生活条件比较差 尤其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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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居住条件 这个是乡村的整体搬迁 搬迁前后的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大的社区的一个规划 这个 签建的这么一个 分天地赋的变化 对 然后第四个板块就是乡村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呢 就是我们发挥党建引领 第一书记进驻乡村 在这个过程当中涌现的 这种可歌可泣的这种人物 以及这个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成绩 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这个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尤其是这一面墙 我们策划了一个照片墙的 这么一个一个形式 因为这个项目吧 是共青团山东省委 发起了一个希望小屋的 这么一个项目 就是在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这个打造一间非常干净明亮的居住空间 学习空间 让孩子们能够养成非常好的 这个卫生习惯 学习习惯 以及生活习惯 主要是这个关注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精神成长 这是我们这个乡村野间经济的这么一幅场景 这是夜市吧 对 夜间经济 到了琳琅满目的 很多的小夜市的退车 对 告诉您好 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 让我对本次摄影展的内容 有了比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此外我还想再 请教您几个问题 首先 咱们举办这样一个摄影展 它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 相当正心是我们党和国家 最近一个时期 非常重大的一个国家战略 农业农村问题 关乎国际民生 是一个 我们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 所以我们就是协会和我们学院 就发挥专业优势 利用这个社会组织的这种资源优势 和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优势 用镜头聚焦乡村振兴 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和见证 这个乡村振兴过程当中 我们省的农业农村事业的这种发展成就 用青年的视角来展现社会各界优秀青年 这个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当中 所展现的这种重要的作用 然后呢 以此呢 来激励广大青年 投身乡村 这个奉献乡村 助力乡村 那我们这个项目 对于中国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主题 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意义呢 乡村振兴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就脱贫攻坚 精嘴扶贫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延续 实际上乡村振兴就巩固 我们这八年来 这个脱贫攻坚的这么一个 一个伟大的一个成果 大家知道就我们在这个党和政府的这种坚强领导下 用了八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完成了这个脱贫攻坚的这个任务目标 消除了绝对贫困和整体的这个区域性的这种贫困 近一亿人脱贫 乡村振兴就是巩固脱贫攻坚的这个成果 续写人类这个减贫史上的这个这个伟大成就 另外呢 这个乡村振兴还是我们这个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的一个 嗯 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 咱们本次的项目对于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发展中的国家又有什么样的借鉴作用呢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就由我们这个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种 嗯 这个和我们这个共产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着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嗯 这是一个可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 嗯 集中优势 嗯 来来来来推动这条工作 告诉在您看来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投身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见识中呢 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而且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力量 就是人才的力量 嗯 需要这个广大青年 能够这个返回乡村 然后投身乡村 这个激活乡村 谢谢您高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也希望以后您能策划展出更多优秀的摄影展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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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